欢迎大家出席2021-2022年度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二轮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香港已经引入转弹法 由正方保罗六世书院对反方马锦鸣慈善基金马尘短期中学 现在会为大家介绍双方辩元 首先是正方主辩冯乐瑶同学 第一负变曾润琪同学 第二负变温瑞恩同学 杰变梁淑青同学 接着到反方主辩李军蕊同学 反方第一负变曾思南同学 第二负变邯谦恩同学 结变李军男同学 现在会为大家介绍三位评判 他们分别是香港大学乳乳辩论队前队长陈若蓝小姐 思考机关观立中学中文辩论队教练洪明才先生 伯稀女书院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刘飞老师 本场比赛分为主辩 台上发问 一副 二副 台下发问 结辩共六个环节 台上边缘发言时间为 4 3 3 4 每位辩论台上边缘发言 时间结束前30年会有一丁的提示 丁 时间都会有两丁的提示 丁丁 过时15秒就会有三丁的提示 丁丁丁 居时本人将打断变缘发言 并提醒了评判扣分 详细的赛规早前就已经发布了 给各参赛学校 想请问双方主辩对赛规有没有任何疑问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比赛正式开始 现在先请正方主辩发言 你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丁丁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 现时线上游戏多数免费下载 游戏公司主要靠商城 虚拟抽奖等方式盈利 于是世界各国都介入虚拟抽奖的法例 例如日本和南韓 加立法规管游戏的虚拟抽奖换法 香港现时保障消费者仅有商品说明条例及货品销售条例 但两个条例中并没有专门针对游戏抽奖的法例 获得机率和合成成功能 故我方以立法是否具有需要性衡量的变体 第一 原始商品说明条例 根据联合国消费者保护准则 为促进及保护消费者的经济利益 消费者利益能获得适足信息 使他们能根据需要和个人愿望 作出知情的选择 而陕西省渔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三平法官国业 亦同时指出有效的公平交流存在信息 虽然应用程式商店已经有全球开发者条例 要求游戏公司公布机率 但根据2020年消费者委员会报告 市面上近四成的手游都没有公布机率 为什么有了这条条例之后 仍然还有四成是没有公布 加上香港现时保护消费者权益的 商品说明条例并未明确指明 游戏公司必须公布机率 因此现时游戏公司 并未有公布正确机率的法律义务 令游戏商品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 未有足够规管 换家难以获得足够的资料 损害换家知情权 交易不公平的时候 容易上网受监 故此将转弹发引入至商品说明条例后 游戏公司受到法律规管 必须公布有关商品的正确中长机率 于消费者相应的法律保障 而是商品说明条例 维持公平的消费环境 第二提供消费者申诉渠道 消费者即使发现游戏公布的机率 有不实依然难以提高 现时游戏公司公布的机率 为单次中长机率 并非多次抽奖下的中长机率 换言之 游戏难以靠一己之力 证实单次中长率的真确性 加上现时并没有法例可以保障消费者 当交易斗分发生时 没有可供申诉的投诉管道和机构 游戏换家权益不受保障 而我方参考台湾引入转弹发 将转弹发引入至商品说明条例下 却会强制限要求游戏公司公布机率 也会另外派有公信力及可信性的政府机构 新增重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下的 由程序员组成的公平交易委员 每六个月进行一次机率的抽查游戏代码 防止游戏公司隐瞒机率或虚报机率 也提供消费者的维权渠道 为消费者权益提供双重的保障 营造公平消费环境 令原本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的游戏商品 受到足够的规管 令消费者可以受到更好的保障 而如果有任何人士犯了转弹发 经循简易程序定罪 将会被下架和罚款10万港元 总括以上两点 便提理应成立 最后想问有方同学 有方同学仍不认为现况是有问题 如果是有的话 有方又有什么反建议 多谢各位 多谢各位 正方主编发言时间为3分54秒 没有超时无需扣分 接着是反方主编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喂 屎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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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听到 可厉 叮 主席 评判 友方同学 在座位 各位大家好 在听完友方主编4分钟的发言之后 相信大家都已经明白到转弹发所为的好处 而现在网络世界越来越发达 电子产品开始普及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电子产品 组织世界上的电子行业成为一个新趋势 而很多游戏厂商看着这个机会 在不同的平台推出不同的游戏 去给予人给钱 甚至推出一些抽章去赚额外的钱 由此显示出很多问题 不同的报社曾经报道过很多儿童伙上映的问题 刚才的报社曾经报道过一位16岁的年轻人 为了被游戏里面的角色升级 不惜动用了几万元的钱去买不同的补箱 甚至周围没人借钱 但时间过得越久 他开始慢慢觉得他被游戏压价 但由于他已经没人借了几万元的钱去升级和补箱 最终导致他要撤渴 赚钱打工还债 一个年轻人 这样就撞上了自己的生命 就大好前途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 是否因为由于游戏所深入出来的概率 和实际的概率有不同 导致很多人盲目地扔钱下海 有时社会国家讨论应不应该成立转弹法 去交估日益猖狂的游戏厂商 但其实转弹法是否真的百利而无一海 转弹法是否真的可以解决上述的问题 而我方今天反对变题的原因有二 第一是必要性 明天有方同学说 要解决清除连货金上任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公开机率 但其实公开机率是否真的可以有助解决清除连货金上任的问题呢 苹果和谷歌相计已经是以来七年 还有2019年宣布份 他们旗下的手机应用程式销售平台上架的游戏 都要标示游戏内置的抽奖系统的中奖机率 如果不得上架 因此我们看得出香港根本不需要成立转弹法 因为苹果和谷歌已经要求了游戏厂商公布他们的中奖机率 要问问有方同学如果香港再成立转弹法的话 其实是不是多事一对呢 而我方今天反对这次变题的第二原因就是可行星 其实游戏厂商公布公开他们的虚拟抽奖机率 和每一个人计不计辞货金是没有一个逻辑上的挂勾的 而有方同学是完全没有提过这件事的 而当一个有自主能力去赚钱的人想货金的时候 根本无法管理他 为什么呢 正正因为那些钱是他自己的 政府是没有这个权力去限制那一个人 如何用自己辛苦赚回来的血汗钱 因为香港不是实行共产主义 另外就算立了转弹法 那种游戏厂商要显示实际的中奖机率 大家真的会看什么 事物有方同学在打任何类型的电子游戏的时候 无论是抑制游戏还是枪战游戏等 诸如此类的游戏 大家真的会认真去看 创建账号之前自动弹出来的使用者条款吗 有一个出名的电子游戏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询问他们的游戏玩家 其实有没有细心去看过他们的使用者条款 而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 十成九个受访者都没有去看过的 因此其实转弹法里面所说的 规定厂商显示概率是否真的有用呢 因为其实说很多游戏都会在使用者条款那里 显示他们的抽象基率 那既然大家都不看了 那其实是否真的有实施转弹法的可能性呢 那最后想问回有方同学 如果是因为想解决清晰年货金 上任这个问题而成立转弹法的话 其实是否浪费时间和浪费公帑呢 始终你立法例也需要时间 和需要这个金钱 那究竟要怎么将这个不正常的立法 和市民交代呢 多谢各位 谢谢 这一段时间和准备一样 在限时到达前会有一丁的提示 叮 时间到就会有两丁的提示 叮叮 然后就会轮到 反方派出一位台上边缘 向正方主辨提问 那我想提醒评判可以注意填写分数的次序 那反方分子第一格呢 依发言次序就会是 反方主辨答问题的分数 第二格才是反方问问题的分数来的 那如果双方都没有问题的话呢 那现在会想请正方派出一位台上边缘发文 你有一分钟的发文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请问听不听到 是 听到 准备好 订 请评判了各位 今天这条辩题的背景就是 源自于台湾对于转单游戏的概率 出现了一些争执问题 所以请右方论证 为什么我今天要和右方论证 我们能够解决到现时 所谓青少年抽奖的问题 就算退一步和右方论证 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有方论证 又怎样可以解决到 现在青少年课金的这个问题 再又怎样可以解决到 所谓公布机率的这个问题 多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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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主席 不好意思 刚刚的WiFi有点问题 请问一下三位评判你们的决定是如何 就是你们会想让政方重新发文 还是 我想问是否反方主便回答 是 是 可能要看看两位评判听不听清楚 因为我是听得清楚 其实我也听得清楚正方的问题 是我自己听到的 是 是 那 或者可能 反方同学 可能你们可以在 这个break out room 提醒你们的主便同学 究竟这条问题是什么 那 可能我会 如果我重新计过 那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想请问 评判和双方辩元 有没有任何反对 刚才的准备时间 就是去到24秒 是 是 反方二负是否发现 哦 没事 请问三方辩元 有没有任何反对 或者评判有没有任何其他建议 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可能我现在就会 重新开始 那一分钟准备时间的计算 叮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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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關公開紀律和沒有公開紀律有什麼分別呢? 這個只是在於他們想和想要這件事的慾望。 多謝各位。 政方主編現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現在會開始計時。 請多謝。 請多謝。 丁丁 準備時間結束 有請正方主便回答 你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 準備好請向事宜 準備好 定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 首先多謝友方的提問 有間的友方同學剛剛所說 不公開就是因為不公開的情況 即使現在有傳統開發者條例 但依然都有四成的首日 都有四成的遊戲 並沒有公開他們的機率 而友方去 其實轉彈法原意是要促成一個公平的貿易 並非由友方所說去解決 換解他們課金的問題 其實是由友方去準則過於 強硬地要求轉彈法 一次性去解決所有的問題 其實這個是根本不合理的 多謝各位 謝謝 台商發問環節結束 現在有請正方第一負面發言 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請問聽得清楚 我這邊好像有些細聲 可能你可以試嘗大聲點再多一次 請問聽得清楚 評判OK嗎 反方便,OK嗎? 準備好開鏡頭試試 主席、評判在在各位,今天有方論點有意 第一,指出現在谷歌和蘋果都有條例去保障 但其實有方交代得很含糊不清 有方說現在有規管 但其實原來消委會在20年的報告顯示 蘋果的龍之谷M、天堂M、仙紀傳說等手機遊戲都沒有公佈機率 這樣是不是又叫做有效規管呢? 而且我方主席也問過有方 為什麼現在市面上還會有四成的手機遊戲沒有公佈機率 如果這個條例真的有效 為什麼還有這些情況出現 但有方在台上說 原來公開機率之後換家都可以自己買 其實公佈來都是沒用的 但其實有方是備而不達 沒有回應過我方主席所說 究竟為什麼應用程式商店上有這些條例 但也不會有這些情況出現 再說有方是否認為遊戲公司不公佈機率 或者使用不實機率去瞞騙換家 這件事是不重要的 就算退一步來和有方論證 蘋果和谷歌這些 除了蘋果和谷歌 其實還有其他的途徑是不受規管的 那那些遊戲玩家是否又不需要保障呢? 有方的第二個論點是說 無法解決到換家課金的問題 但其實有方今天在亂打倒草人 我方今天做的 我方今天不是要解決換家課金的問題 而是要營造一個公平的交易環境 其實有方今天對於辯題背景不清不楚 對於遊戲概率的問題秘而不探 反而要和方論證如何解決課金問題 現在轉攬法之所以引起社會的關注 其因是因為有台灣的玩家質疑遊戲抽獎的機率 所以引起立法討論 正如台灣立法的提案人徐偉笑所說 部分的不良遊戲廠商 私下散改遊戲機率來營造營修 造成不公平的交易糾紛出現 消費者也沒有任何投訴 渠道可以申訴 政府也沒有任何辦法做出開放和管制 轉彈法的原意是出進公平留意 而不如有方所說解決換家課金的問題 可見其實有方今天準則過高 強硬要求轉彈法也能夠一次過解決所有問題 而且有方又說 就算公佈了之後換家也不會留意去看 但只要公佈了就會起那個 抽獎的頁目寫明的遊戲機率 那有方是否覺得 換家是沒有知情權去知道遊戲機率呢 實際上 譬如國方主便所說 關於轉彈法的討論並非首例 南韓也有類似的法例 而南韓知名遊戲 公司也曾經因為隱瞞遊戲機率而違反轉彈法而被罰款 公司其後承認未良將披露遊戲內各項機率 例如強化合成、抽獎機率等 以免觸化 可見轉彈法具成效能夠切實實地改善現實香港遊戲概率 未有公佈的問題 打造更加透明的遊戲環境 多謝各位 正方第一副辯發言時間為3分08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反方第一副辯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定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著作各位大家好 剛才正方一副 有方一副說到了 基率不實是沒什麼所謂的 然後他又說這條轉彈法是有公平的 這裏是有公平的 是可以公平的實際 那如果你的基率不實 哪裏來講的公平呢? 那現在市面上有很多遊戲 都有扭蛋抽卡的活動 而我們有機會可以抽到一些高價值的獎勵回饋 導致現在的青少年持續 這樣課金得到沒有些虛擬道具 而今天有方同學說只要立了這條轉彈法 規定遊戲商公開中獎機率 就可以拿到這一班青少年不再沉迷於扭蛋 但第一正如我方主編所說 蘋果和古國商店已經前後要求所有遊戲商 在遊戲中寫明了中獎機率才可以上架 那又為什麼要多次一舉去立這條法例公開機率呢? 第二如果換一個角度 假設有方同學是這一班沉迷於課金抽卡的青少年 你們會不會因為他們公開了機率 而不會再去課金和抽卡呢? 在賭博條例這層機制裏面 有一個重點我們要先理解 在西方的社會中 它有一個定義 在一個事物不確定結果時的情況之下 下注錢或者有物質價值的東西 其主要目的是要為贏取金錢或者某種物質價值 不過賭博有陣時不會以實際的金錢為賭注 而會以其他有價值的物品為賭注 例如彈珠遊戲 它就會以彈珠為賭注 我們今天說的扭蛋就是以虛擬道具為賭注 即是說扭蛋開箱本質上就有一種賭博和博弈的行為 也因此不少國家都很擔心 未滿18歲的青少年不會接觸到轉蛋之後 沉迷於其中認同沉迷賭博 所以禁止遊戲提供轉蛋 例如美國就於2019年5月23日正式提出 保護兒童遠離經濁性遊戲法案 禁止在遊戲或者其他電子兒落裡採取轉蛋、 戰利品、開箱或者付費獲得獲勝機制的法案 而彈珠在2018年4月完成了針對 鬥陣、功德和絕對武力、全球攻勢等遊戲的調查報告 得出的結論是這些遊戲的抽獎系統 全部觸犯了他們的博彩條例 繼而利用博彩條例禁止遊戲商提供虛擬抽獎 荷蘭坦加亦僅屬其合 以賭博條例文明禁止轉蛋 即是說其實這些遊戲的轉蛋是可以受到賭博條例的規管 那為何我們不去參照外國的事例去引入香港呢? 既然說轉蛋是一種賭博的話 根據香港現行的賭博條例 未滿18歲的青少年是不能參與賭博的 那為何我們不修正一下現時的賭博條例 將轉蛋掩蓋於這個賭博條例之下呢? 這樣無疑會被遲那條新的法例省時省力 同樣又能防止青少年因為參與轉蛋而沉迷於貨金 最後我想問有方同學我們香港究竟有什麼必要性去立這條法例呢? 謝謝 多謝各位 正方第一負面發言時間為3分03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正方第二負面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準備好 定 主要評判了一個位置 寵物辯辯辯的最大詞份 就是玩家一起審視一下今天的辯辯 首先很明顯 早方從主辯開始 一直沒有看清楚今天的辯辯背景 今天我方當我方的台上發問和益府 都不斷重新 其實今天的辯辯背景 是基於一個機率的公佈不實 以及沒有公佈的問題 所以我方今天正正要解決這個問題 並不是有方同學所講到 玩家沉迷課金的這個問題 請友方同學不要再亂打到草人 下來和我們講清楚 友方同學所謂的這個機率問題 究竟應該要怎樣解決 原來主編同學就說 原來我們今天看到谷歌和蘋果 就已經有公佈到這個條例 去強制這些遊戲去公佈它的機率 但是當我方主編一副不斷地純問友方 原來現在還有四成沒有公佈到這個機率 正正就是看到現時轉彈法 是有其必要存在在香港 就是令到這些遊戲去公佈它們的機率 而再錄下去 我們來看回友方同學 連這個公佈的問題解決不了 我們來看回友方同學很在乎的玩家 青少年課金的問題 當我們看到原來友方同學一副 終於避了方案出來 原來就是要利用香港的賭博條例去規管 但是友方同學今天就是用比利時和荷蘭這些國家 立法禁止賭博禁止抽卡類遊戲 來證明虛擬抽進是賭博 但是其他國家的賭博條例和香港的 是不是一樣呢? 友方同學為什麼可以用其他國家 立法規管了這些遊戲 來證明香港的賭博條例 同樣可以做到呢? 其實友方同學在混淆視聽的 跟著我們香港的賭博條例 博彩遊戲是指機會取勝 或者結合技巧而取勝 贏得金錢為目的的遊戲 而博彩者之中包括壯家 博彩遊戲是指21點 賭大賭小這些遊戲 而遊戲抽獎之下 為了令遊戲變得更加容易玩 難道抽了一隻心儀的卡牌之後 會有獎金出現嗎? 所以想請友方同學論證 為什麼這些抽卡遊戲是博彩條例的一類 是博彩遊戲的一類 而香港又可以運用這個賭博條例去規管呢? 其實今天對比我們雙方的方案 我們今天提到是比友方同學更加宏觀的 我們看到原來現在香港 就好像友方同學所說 在香港有一些遊戲公司 是不公佈他們的機率 或者公佈一些不實機率的情況出現 所以友方就決定要立這個轉彈法 可惜友方同學就見不到這個情況的出現 只可以在一副主變不斷地重新 原來現在谷歌已經有條例了 但根本就忽視了現況 見不到這個條例 根本是沒有任何效果 就算是友方同學所說到 很關注的青少年玩家課金問題 以友方同學的方案底下 都沒有解釋清楚究竟要怎樣規管 怎樣保障這群青少年性 友方異府出來認證清楚先 各位 正方第二負面發言時間為2分57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反方第二負面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聲的鏡頭示意 1 scared moment 你還未偷摸就是友方異府 你不是現在需要暗摸嗎? 不好意思主席,可不可以再說一次聽不到,我的網絡有些問題 剛才我看你還未停止,雙方變完聽得清楚嗎? 評判聽得清楚嗎? 準備好可以向鏡頭示意 現在可以了 主席、有方同學,各位大家好,我們剛剛聽見有方同學說要防止18歲以下的青少年去課金問題 如何去解決呢? 我們現在就是要限制課金的金額 我方在此引用中國大陸的例子 在2021年中國政府提出了一個新規定限制課金 最未滿8歲的玩家不可以去儲值 8至16歲的玩家每月的課金額不可以超過200元人民幣 青少年的金錢究竟是由哪裡來的? 當然是由他們的父母給他們 既然他們的父母都已經給了這個權利 給他們運用自己的金錢 那青少年為何不可以把這些錢運用在課金的用途下? 難道他們連消費的權利都沒有了嗎? 就算去管,不應該是由他們的父母去管嗎? 為何會由政府去管? 我方是一點不太明白 我方再引用另一個例子 2012年韓國對網絡遊戲的消費額度進行了限制 成人和青少年在線網遊的月結費用上限分別為50萬行元和7萬行元 網絡的月結費用上限為30萬行元和5萬行元 網頁遊戲損失額約超過10萬行元 將會被禁止遊戲24小時 香港如果引入了轉彈法,的確就是可以限制到青少年的課金金額 但在另一個層面上又有沒有想過成年人的方面呢? 香港作為一個自由開放的資本主義社會 一起全球排名第四的自由經濟體 在這個自由度極高的社會 難道連市民的消費都要歸政府管? 那為何他們不管? 為何政府不去管其他東西? 唯獨只是課金要去管? 這些這麼雞毛算皮的事政府都要去管 網口是否連消費者很喜歡買名牌都要去管呢? 政府是否要去立這條賣名牌法? 每個人的價值觀都很不同 例如李兆基對於一萬元的看法 和一般基層市民對於一萬元的看法 會不會一樣呢? 那當然不會 所以其實很難去衡量到一樣商品的貴與便宜 是否市民控制得不好怎樣使用金錢? 政府又要去幫市民去管呢? 最後請問有方同學 如果政府要去限制市民去花多少錢? 那是否想將香港變成一個極權社會呢? 多謝各位 反方第二負面發言時間為2分36秒 無超時無需求分 現在終於進入台下發問的環節 雙方各有兩輪發問 請正方派出一位台下變元發問 請變元開啓鏡頭並視頻 嘴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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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聲 顴 評判各位 剛剛有方同學在台上發問上上次發問我方 就問我們這幫先生諸分知知不知道這種機率有什麽分別呢? 甚至和我方說 就算知不知道都无所谓,因为他们都会继续货金 但有方同学想问,当这班消费者遇到这些机率不实的情况 又说是他们不知道机率,但是觉得自己上当受骗 他们又去怎样申诉呢? 是否有方同学最终的立场都是觉得这班消费者的权益 根本不需要受到保障呢? 如果需要的话,有方同学如果没有转弹法 他们这班消费者应该有什么方法去投诉有门呢? 还是有方同学觉得这班消费者的权益根本不需要受到保障呢? 多谢各位! 反方现在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现在会开始计时,叮! 费用转佳 费用 matière 感谢观看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有請反方派出一位辯元回答 你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其實今天我們剛剛都聽到我方說是 其實轉彈法都是由一個賭博條例去引申出來 其實為什麼我們不能把賭博條例涵蓋到轉彈法的內容呢 他們的權益其實可以歸回民政事務處那裏 多謝各位 現在請反方派出一位台下辯元發問 請辯元開啟鏡頭並示威 interrogation 您們不要把賭博報告應 評判可以嗎 不便可以把賭博領用清晰嗎 OK 就 whatsoever 可以做我的正名 成員 在座位再 Wy 各位,大家好,有方同一开始跟我们说,谷歌和苹果是成立了开发者委员会,但是还有四成的游戏商家是没有去公开这个扭弹机率,正正就是因为我们经历过,有些游戏商家是因为没有公开这个扭弹机率,所以说被下架了这个游戏,这个事例就可以证明到这个制度是有用的,如果游戏玩家不去阅读, 不去利用这个玩家投诉的权利,那我想问是制度的问题呢,还是玩家主动放弃这个投诉的权利呢? 叮! 多谢各位! 正方,现在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现在会开始计时,叮! 好啊! 不 Dak! 征若 committed 往! arriv 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本有些游戏没有公布他们的几率 如果像有方堂所说的那样 这些没有公布的游戏的几率会被人下架 那为什么这些游戏仍然可以在谷歌和苹果的商店下载呢? 先有方堂所说的条例究竟是否真的强制性 令到这些游戏公布他们的几率呢? 还有再说如果那些玩家好像有方堂所说的 这么不在乎现在是抽卡的几率的话 那为什么现在台湾还会有这么大的讨论引伸出来? 为什么日本韩国为了这个几率而立法呢? 现在的玩家其实根本就并不像有方堂所说的那样 这么不在乎的 多谢各位 现在为第二条的台下发问 那请政方派出一位辩元发问 是 可以试一试麦 好像听不到你的声音 现在还是暂时没听到 你现在不在乎了 但是应该是你的音乐没有连接到 可能有机会是 试麦 试麦,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现在可以 请问华方变员听得清清楚吗? 好 那现在请政方的台下变员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好请问镜头示意 叮 其实评判正着各位 要同学今天全场都见我方论证 转弹法要解决到 过今的问题才具成效 才有可能性 然而有方文学今天不略的是 《转弹法》今天的辩题背景 是讨论有关基律的问题 再者有方文学今天尝试和我方说 我用博初条例就可以解决到 过今的问题 即使用外国的法例来论证这个可行性 但然而我方易闷也和有方文学解释了 博初条例在香港根本就是解决不到基律的问题 根本是解决不到这个问题 于是有方文学都知道 于是有方文学在台下发问都开始退立场了 我方文学就和我方说 我们在博初条例里引入一个 好像用转弹法的法规 引入回去 就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今天最后的立场 都是觉得我们需要有转弹法 我们需要去保障换家的权益 即是觉得我们不用转弹法这个名字就可以了 所以美方文学今天是否认为 需要保障他们的权益呢? 多谢各位 反方现在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现在开始计时 叮 好 多谢 多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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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都同意的评判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要浪费金钱去立一条新法例 就要我以一个风火轮做例子 那旧时代的定义就是去定义一个汽车的例子 因为汽车是可以在马路上行驶 那没有人是会将一个风火轮走在马路上 而且如果他走去马路上 那便会发生意外 那我们其实是否应该去将这条法例去修例呢 好 今天也想请反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元发问 请辩元开启镜头并且试麦 反方台下辩元 可以试一试麦 听不听到 好 可以 你有一分钟的泡文时间准备好 请向镜头示意 可以 叮 主席评判有方同学 再次各位大家好 那这里我刚才 有方同学一直强调扭蛋化 是 一直强调扭蛋化的 玩家利益 那说到这里 有方同学只提出了台湾这个例子 那放在全世界 澳洲 澳洲 就是将扭蛋化 规理于 赌博条例来规管 那香港的赌博条例 又有什么独特性 令我们不能将扭蛋 规理于赌博条例去规管呢 多谢各位 正方 现在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现在将会开始计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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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正方派出一位台上变缘作答 你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 准备好 请向继续事件 准备好 谢谢 丁 主要评判了 各位 其实有方同学所说到的欧洲 澳洲 我方都只是规入赌博条例的规管 但是有方同学就从来都没有进过自己的论定责任 论定究竟香港的赌博条例 究竟为什么可以能够像这些外国的国家这样做 就算有方同学不论定 我方同学论定 我方二半就是和有方同学说了 现在香港的赌博条例所谓的博彩游戏 定义是说的 痛撞机会取勝 或者结合技巧取勝的 一些赌博游戏 重点在于取勝两个字 就像我们赌大小 我们赌大 赌中了 你就直接获得奖金 直接赢了这个游戏 那么我们要玩这个抽蛋游戏 扭蛋游戏 会不会抽中了自己心仪的卡牌 心仪的角色 就直接获得这个游戏 直接赢得 直接从这个游戏上胜出 多谢各位 台下法曼环节结束 现在会是结辨的准备时间 双方结辨 将会有一分钟做准备 现在会开始计时 叮 第四个 对 - 叮叮,准备时间结束,现在会由反方主辩首先发言,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可请向镜头示意。 - 可以。 - 叮! - 主席,评判,有方同学,在在各位,大家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08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独立的税收制度,香港已是实行资本主义,资本属于个人所拥有的经济制度,换句话说,我只要交了税,其他我赚回来,投资回来,一切从合法途径的赚到的钱就归于我自己的管理。 - 我可以把这些钱去买楼,买车,买很多罐海洛,也都可以把所有的钱拿去货金,只要我所做的事是合法的,那就完全没问题。 - 但在今天2月26日,香港居然说要立一条法例去规定我拿多少钱去货金,在经济自由指数报告里面显示,香港曾经25年排名第一,而这个地区今时今日居然要限制市民货金的金额。 - 其原因竟然是因为政府怕市民乱禁洗钱,就好像一个法官收工去酒吧娱乐那样。 - 但政府居然要拿一条法例,规定法官不可以去酒吧。 - 其原因竟然是因为政府怕法官去了酒吧之后,导致法官对人,对案件变得不公正。 - 各位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有点好笑呢? - 政府拿一条法例的原因竟然是因为政府怕,所以要规管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 - 这样发展下去,政府会不会因为怕市民健康出现问题? - 所以我们买多少罐可乐,吃多少碗饭,走多少步都要去立法规管呢? - 如果有一天政府说要立条法例,规定所有人长大成年之后都要供养父母, - 再有这么多位你们的想法是怎样的呢? - 是否觉得供养父母是我们本身的责任? - 根本不需要立多一条法例去硬性规管我们? - 但供养父母是我们本身要做的事,但是不是一定要做呢? - 今时今日我不供养父母,我是不是犯法呢? - 当香港真的有了这条法例之后,那些被父母抛弃的子女,他们会怎样想? - 被自己最亲的人抛弃之后,还要反过来供养他们,不供养就会变成自己犯法。 - 一条法例本质上就是一个道德绑架,强制性逼人依自己的价值搬去行事。 - 每个人经历的事情不一样,在任何事情的角度不会一样。 - 在一个幸福家庭里面长大,我们就自自然而会认为供养父母是我们的责任。 - 但如果你是被父母抛弃,导致进了孤儿园,在一个冷冰冰里面的环境长大, - 我们还会否认为供养父母是我们本身的责任? - 所以香港是不应该有这条法例,因为这条法例根本就不可行。 - 规定市民货金金马也是一个道德的问题。 - 香港作为一个资本社会,藤库渝船是必然会出现的问题。 - 如果拥有300元的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和我们辛苦工作养家的市民交的税是一样, - 我想整个香港的人都会出来游行,抗议不公。 - 但我们换个位置思考,有钱人去货金, - 这样规定货金金马是不是对他们不公平呢? - 货金几十万对他们来说是不成问题, - 就更不要说他们乱用钱了。 - 这条法例由头到尾都是政府说市民在货金上乱用钱, - 所以要下制金额。 - 富二代都是市民,他们都要遵守政府的立法, - 遵守政府的价值观所立定的限额。 - 而这个价值观根本就是不合理的, - 这些钱是属于我自己的, - 怎么为之乱用钱呢? - 每个人所赚到的钱不一样, - 所有的职速都不会一样, - 每个人对乱用钱都有自己的标准, - 而政府就要全国市民遵守自己的价值观, - 将自己的价值观圈套在市民身上的难度, - 这不是一个道德绑架吗? - 今天政府有权规定我们货金的金额, - 他日政府也有权规定我们, - 吃什么, - 吃多少, - 在哪里吃。 - 我们生活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受到规管, - 这个是否就是大家想见到的极权社会呢? - 听了我说这么多, - 如果再给多次机会你选择, - 你会不会还觉得香港应该引入转弹法呢? - 多谢各位! - 反方结辨发言时间为3分52秒, - 无消息, - 无需扣分。 - 现在有请正方的主便作结, -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 准备口声向镜头示意。 - 准备口声 perché给我 уг - 听了 - 准备口声 - 对 - 准备口 - 看 - 指准备口声 - 主席、评判在在各位, - 大家好, - 听过了整场比赛十五眼, - 忽然说双方的最大的分歧就在于立法目的, - 其实有方这样的, - 将转弹法这个事而且- 评划会显然 son account - 标准也想知道很高就不会公布一般计划记住, 更加要限制到青少年他們的課金金額 而我方今天其實將消費者的權益看在眼中 但友方剛才在台上發問的環子都認為 其實玩家知不知道這個公佈機率都是完全毫無分別的 將玩家的權益置之不利 而友方今天漠視玩家權益 現在就讓我總結一下雙方今天的分歧 第一,可行性 其實今天友方不斷地質問我方方案的可行性 但當友方已經解釋過方案如何運作 我方的一款和二款都已經認證了方案的可行性的時候 那我方正入味這樣說 現行的《谷歌》和《蘋果》 他們有這個全球開發者條例 可以保障到規管這個消費者 但又完全沒有事 我方所說其實在有這條條例之後 還有四成的遊戲是完全沒有公佈這個遊戲的機率 很明顯友方只是違反而反 並不能夠認證到我方方案的可行性 第二,需要性 其實友方認為機率不實這個問題是完全無關重要 因為其實他與其他機率沒有分別 但同時又認為《博彩條例》 或者《全球開發者條例》已經不是解決問題 這就已經可以聽到友方今天非常之自相矛盾 但當方就跟友方說 其實現在市面上有四成的遊戲是完全沒有公佈機率的時候 證明其實這些條例是並沒有強制性和針對性解決問題之後 友方的立場就已經開始退了 因為要修改條例去填補漏洞 但有不同我方論證修改條例的可行性 進入修改之後能不能夠解決機率公佈的問題 其實很明顯友方都知道這件事實際上沒有辦法規管到遊戲公佈機率 甚至有這五款遊戲包括龍之谷M、天堂、M路、仙境傳說等 都屬於平台排行榜前列的遊戲 為何它的玩家不再少數相比起友方的反方案 我方的方案更加全面宏觀地考慮如何保障消費者權益 第三,自相矛盾 其實今天友方全場都十分自相矛盾的 友方的一副跟我方說 其實我們引入轉單法最主要的目的 是應該要解決18歲以下青少年課金的問題 但其實我方已經跟友方說了 這個變形的背景是為了要引入轉單法之後 令到這些遊戲開發商去公佈機率 從而提供一個公平的交易環境給玩家的時候 友方也說了 要解決了令到這些18歲青少年限制課金金額 之後會引致一個極權社會的狀態 就是友方今天究竟是想要解決18歲青少年課 以下課金的問題一定是不解決的 而友方即便整個發言跟友方說 原來現在孤兒園、公養父母等等 全部都跟友方說 以一個規管去限制所有人都是完全不合理的 但我們現在這條法理限制的並不是玩家 限制的是遊戲開發商需要公佈機率給消費者知道 友方根本沒有聽清楚我方的發言 再者其實呢 如果沒有這條轉單法的法例之後 玩家不知道機率就只會更加投入金錢去抽取自己的心頭號 這就是正正是我方今天看到不良的營銷手段 其實我們在遊戲開發商公佈機率之後 我們自己心中有個帳 知道自己其實有多少可能抽得到 多少可能抽不到 就會對我們課金的金額有所影響 覺得如果他抽不到的話 我就可能不會給那麼多的金錢去抽取這隻遊戲 其實今天友方立場非常之古怪的 友方今天就是在幫自己立假想碑 因為青少年課金要限制 但又不跟我方說怎樣限制 所以不再作各位事實上遊戲開發商和辦家關係 一直都是五位烏理共同眾 我們應該要公佈虛擬偷掌的信息 從而提供遊戲透明到 長遠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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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各位 政方結辯發言時間為4分19秒有消時需要求婚 那現在比賽就告一段落 那我就會跟評判再去處理一個分子的問題 那也是為了把握時間 那我們都想在三位評判你們填堂分子之後 就逐一邀請為今場比賽給予評語 那請對賽雙方可以耐心等候 那提到評判呢 不好意思 是 主席想問一問你剛才扣分是扣多少 剛才扣方結辯發言時間是4分19秒 那就是超時不足5秒亦作5秒計算 那我refer回去賽規那裏就收到 每5秒扣除5分 不足5秒亦作5秒計算 所以應該扣除5分 好 那提到評判呢 就是這個最佳辯論員是需要額外評分的 那請每位評判呢 可以先選擇了三位表現教階的辯論 再分別給予分數 那最佳那一位呢就會得30分 第二位就是20分 第三位呢就是得10分的 你有份的 有份的 感谢观看 如果评判田和分子都可以在订阅中跟我说一声 麻烦了 我分子可以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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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等另一位評判添妥分之之後 我們就會開始邀請評判 OK 好 如果評判沒有特別選擇的話 我們可能用回剛才介紹評判的順序 就會是程藍小姐先的 你有問題嗎? 我們現在有請程藍小姐為我們再出評判 首先多謝賽會邀請 也多謝雙方同學準備這場比賽 我可能簡單講幾點 首先先講正方 我覺得正方今天的主線應該是有些考試 他知道有些什麼可能是對自己比較難論證 所以他很強調的就是 我們今天的門檻不是那麼高的 我們今天只是重點不是解決課金問題 就是有一個公平的交易 我想這個可能是一個精心的設計 但是我也會比較期待的就是 會不會有多些成效的資料出現呢? 因為其實聽你們的轉變稿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很簡單的邏輯推論 例如說因為現在沒有資情權 我們就沒有法律義務 設立之後就會有一些法律義務 康二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現在他們沒有公佈機率 設立了轉變法之後就會公佈機率 但是其實實際上成效 譬如其他國家做完之後做成怎樣呢? 或者可能是它公佈完機率的好處是什麼呢? 其實我不是很聽得清晨 所以我會建議的是可能主編稿未必有時間放 那會不會可能是一頁會的時候可以多出一些 其實現在可能是有很多人 他很想投訴 都沒有投訴 但可能外國做完之後 聯絡他有投訴 可能他真的會罰那個遊戲廠商 或者可能是說 為什麼現在一個公平的交易是那麼重要呢? 那我會期待可能一頁會說多一點 這些成效或者是一些外國的例子 然後可能再講一講反方最主要的問題 我覺得反方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今天可能沒有一個很好的很連貫的反方案 就是因為我聽主編的時候 其實我是不是很聽到反方今天是想怎樣的 應該是這樣說 我主編聽到的就是 他們覺得不需要去設立這條法例 因為現在我們可能是自由的 我們不應該被人規管 這個貨金 或者可能是我們這個規管做都沒有用的了 因為那些人是不看的 我理解到的立場是這樣 但有少少奇怪的是 去到一二庫 你們又會提出一些好像方案的東西 例如是反一就會說 我們應該加入一些賭博條例規管 而不是轉彈法 那反而就說 我們應該跟這個中國 就說未滿八歲的人 好像是不准課金 還是不能課太多金 那我就會覺得 有些奇怪或者有些智商矛盾的就是 另一方面又說可能 政府它不應該規管市民使用金錢的權利 但另一方面你又會說 不是 課金可能都要規管 或者是 咦不是啊 可能都要納入這個賭博條例 那我就會說一些奇怪的就是 那到底你是覺得要規管還是不用規管呢 就是 都是市民的自由 可能重要一些 或者洗手的自由重要一些 還是 其實你都同意他們保障一些權益呢 那我覺得可能反方去思考一下 就是 你們的說法和那條主線 本身有沒有智商矛盾的地方 然後說反方的一個位置 我覺得如果你們一二負的方案 是真是想用的 或者可能想大講的 那可能你們要放上主面 因為我覺得去到一二負先講的話 是會有少少 被人家的正一已經吃了一些位置 就是說你今天不保障他們權益 一大堆東西 但是其實可能你們聽到 都是想保障的 所以我會建議如果你們有方案的話 應該放上主面 可能論述一下 還有 我覺得可能思考方案上面 都要思考的就是 到底你們的方案 有些什麼是好過正方的 就是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們的方案 是和正方規管的東西 是不一樣的話 這樣其實兩者可以一起做 什麼意思呢 反方可能會比較講得多一個方案 就是納入老博條例 然後就說 這樣就可以規管青少年課金的問題 因為18歲以下就不可以賭博 但是 今天正方都很開宗明義跟你說 我不是今天要規管青少年課金 或者不是規管課金問題 他只是規管一個公平交易 我當可能你真的 立入了賭博條例的時候 其實跟正方 一個公平交易是沒有衝突的 他今天也是跟你說這個機率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正方也可以在那個位大膽回應 就是 OK你覺得 立入賭博條例這麼好的 那你就立入賭博條例 你就規管18歲以下 不准課金一大堆事情 但是重點是 18歲以上呢 18歲以上 現在面對的問題都是 他沒有得投訴 他沒有得公佈機率 他不知道機率 那這些怎麼解決呢 那就兩人一起做 我覺得可能是 我記得台下好像 反方第二條有問到這個 為什麼不可以立賭博條例 我覺得正方可以再大膽回應一點點 就是 你們覺得中義就是 立入了 但是跟我們的方法沒有衝突 這樣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一個 可以回應的進路 然後 去到 我覺得 今天正方的資料上 我覺得是準備得好一點點的 因為 你們都有遇到 可能是 反方會帶一些谷歌 蘋果 這樣 那我記得是 一副的時候 有提到就是說 其實呢 20年入面 蘋果的一些遊戲 都是沒有公佈機率的 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好的 而且有給例子 但是我會 他比較想聽得多一點點 就是 他沒有公佈機率之後 應該這樣說 可能是要講得清楚一點點 例子是怎樣 因為我剛才聽是比較 很快地飛了 所以我不是抄得很清楚 還有我覺得可能 後場要繼續講這些例子的時候 都可以其實講一些 遊戲名字出來 因為去到後面都已經是很短暫的 就是說 其實 總之蘋果都沒有下架 或者它依然有一些這樣的遊戲存在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說多幾個字的時候 會令整件事情更加清晰 那其實呢 這個位置去到 反方其實他都有繼續說 就是 不是啊 他真的有下架 那這個位置我會覺得是 有一點點誤誤波的 就是到底蘋果和谷歌有下架 沒有下架呢 規管還是規管不到呢 但我覺得可能反方這個時候 可以有一個回應就是 那證方說 原來有些是沒有公佈機率 他依然上架 那其實反方的回應方法 會不會是 他上架可能是谷歌和蘋果做得不夠好 或者監護得不夠好 那其實是不是他們加強監管 已經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呢 而不需要政府立法呢 那這個可能是一個可行的一個回應方法 因為可能 正方 反方沒有好回應 正方有些遊戲是沒有下架的 這個論點 好 好 然後 然後 去到 啊 然後 然後 可能去到最後 就是 我會期待的是 雙方可能會多少少利用自己的論點 譬如可能今天 正方會第二個論點是說 投訴 sorry 他有個位是說投訴無門 這樣 但是其實去到後場 都沒有什麼很伸延 就是投訴無門這個位 其實我很記得 反方的台下是有一條問到 今天你是不是要放棄投訴權利 這樣的 其實正方那時候是沒有很直接的回應 他只是說 其實你的開發者條例 他裡面都未必是強制的 可能他的回應是這樣 但是我會覺得 你可以直接回應就是 現在不是那些人放棄投訴權利 現在是那些人投訴的權利 也是沒有 要立法才可以有投訴的權利 我覺得可以多些利用自己主席的強點 因為你自己強的位置就是 以前不能投訴 現在是可以投訴 同樣反方也是 反方就會 之前會說了一些 譬如那些人是不看那些 說明條 即不看那些使用者的守則 其實去到後場 其實沒有什麼提及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們定立了一個論點 你應該覺得那些是強的 我會覺得可能是後場 可以再多一點追蹤的 就是你可以看看對方怎麼回應 例如可能反方個人問一下 你那些人不看那些守則 那公開有什麼用 我覺得可能可以追蹤多一點 和可以出多一點的例子 因為今天反方的問題 都是比較少例子 和比較少一些有效的說法 那去到最後 就是我覺得今天反方 是出了很多的類比的 例如他會說 今天你市民自己花錢都要管 那你公養父母是不是又要管 總之很多事情 提出很多事情 是不是全部都要管 其實這個事情 政方是沒有很直接回應的 但是我覺得 政方可以第一 思考一下 他們是不是一樣 我想的是 你公養父母 和你現在說的 譬如課金 一些公平的交易 其實是不一樣的 因為可能公平的交易 是補助市民權利的 但是公養父母 可能是 未必是這麼必須的事情 你可以用相關說明條例 同樣去論證 就是公養 這個轉攬法 同樣的反方 我覺得你思考類比上 都可以思考得好一點的 就是 我覺得可能要說 一些類似性質的事情 例如很簡單 就是夾公仔 你現在可能市面上的夾公仔 可能都不確保 我夾到100元 我就有隻公仔 可能我真的夾到1000元 我也沒有的 但是其實 以我的理解 可能現在夾公仔 是不會寫著說 我夾你夾10次 我就會給你公仔 應該是沒有這樣的 或者可能她 今天的執法不嚴厲 我覺得可以 用這些例子問一下 正方就是 那你是不是夾公仔機 你都要有個機率在 或者怎樣 這樣可能會比較好 是 謝謝 謝謝陳日南小姐 我們現在就會 請第二位的評判 就是洪永蔡先生 是因為我們再出點評的 另外也在這裡提醒 就是我已經把 三位評判的分子 都發送到你們的電郵 那你們可以 如果檢查了 沒有問題 就可以回復我 現在是陰星弘明財先生 謝謝主席 都是那一句 辛苦雙方的變形準備 以及疫情之下 相信大家都很難準備比賽 都辛苦了兩邊 這場比賽我主要想說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雙方其實你的背景 或者想針對問題 其實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以至於今天會出現 一些不對勁 而且都頗為嚴重 我會認為 今天政方想解決的問題 很清晰的 就是一些現在沒有概率 消費者容易被騙 他不知道概率多少 可能就會不停抽 不知道抽不抽得中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 政方說 現在就沒有一個申訴的渠道 我們透過檢驗 或者抽彩就可以申訴 凡方想解決的問題 就是有些未成年的小朋友 課金得很嚴重 你想透過轉蛋法去解決 就做不到的 我覺得 凡方提出這個 政方的論證要求 要求對方去論證 你的轉蛋法 是要解決得到網上課金的問題 你提出的時候 你要同時解釋 為什麼政方的論證門檻 是要達到這個標準 而很可惜就是 今天反方是沒有解釋過 為什麼在你心目中 政方的論證門檻 要高到這個地步 你是沒有解釋過的 所以以至於 當反方不斷重複 就是說 我們要解決網上課金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政方就有一句很簡單的回應 就是你打倒草人 我方解決的問題不是這個 而反方也沒有再跟進的時候 在背景上 反方是會輸遲再給政方 因為你沒有解釋到 為什麼在你心目中 或者在反方的立場 為什麼轉彈法 是應該要用來解決網上課金的問題 這個就是反方的主線上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而其次就是 政方也是想多些 當無論是什麼比賽都好 當反方提出的回應 或者想解決的問題 想解決的問題 是跟你完全不同的 你要想一下 怎樣多些回應 因為政方一個很常見 或者很簡單的回應 就是他在打倒草人 當然這個也是一個有效的回應 但是如果你想更加好的話 我會建議就是 你也要向評判解釋 為什麼你在這個轉彈法底下 為什麼我的論證門檻 不是去到反方那麼高的 是不需要解決網上課金的問題 你可以說其實根本就解決不了 如果在你的立場判斷底下 根本是解決不了 或者是要透過其他方法做的話 其實你都可以嘗試用這些方面的回應 去處理反方 和你的背景是完全不同的 對於政方來說 就可以覺得更加之好 尤其是當反方的背景 和政方是完全不同的時候 我覺得在政益的位置 他的第一桿 就應該要處理這個 對於現況的判斷 或者對於背景的判斷 今天的政益其實也要處理到 但是可能在擺了 好像在黨論點二的時候 就說對方打倒錯人 我建議如果面對這些時候 我自己覺得 可以先放在第一桿上打倒 這是我第一個想說的問題 而第二個就是 法例上規管的問題 今天政方的背景 就跟大家說 商品說明條例裡面 沒有一些針對轉彈的法例 有沒有保障 好 反方的回應主要有兩個 第一就是 Apple Store Google Play裡面 其實都有要求披露的概率 剛才那位評估 跟我說的說話 我也很同意 在這個戰場上 雙方幾近是一半一半 五波 當反方提出 Apple Store Google Play 其實都要要求披露的概率的時候 政方的回應就是 四成沒有下架 你怎麼解釋 然後反方的圖片 又再跟進 就說 其實有些商家 都會 即是有些遊戲 沒有披露的概率 都會下架 我覺得如果反方 你能夠再提出 就是 遊戲的名字是怎樣 它為什麼會被人下架 什麼時候被人下架 我覺得這個說服力 就更加強 也可以更加回應到 政方說 四成五下架 怎麼處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會想 究竟現時 是不是真的 好像政方說到 完全沒有任何途徑 可以去監管那些概率呢 還是 好像反方所說 其實現在有這個途徑 只是 不過我們未用盡它 執法的問題 這個戰場上 大家可能打個禍 而自己反方 除了這個回應之外 除了Apple Store Google Play之外 第二個最主要的回應 就是 賭博條例 就可以把轉彈法 和賭博條例規管 類似的事情 但是第一個問題 我建議 第一個問題要想的 就是 究竟轉彈 或者抽彈 這件事 是否等同於賭博 這件事我覺得是值得相確 或者是有質疑的空間 因為其實 如果大家有打了類似的辯題 或者有接觸過類似的資訊 其實更加多人說 轉彈 在法律的性質上 未必是屬於完全賭博 它只是單純可能是一個 有賭博元素的東西 究竟有賭博元素的東西 是否可以用這個賭博條例 來監管 或者是否會不會 和法律性質有別的 這方面 我覺得可能 政法雙方組可以多探討 如果是這樣 如果是 我舉例 我不知道 可能如果賭博條例 是不會監管到 這些有類似賭博元素的東西的話 有機會 好像正方所說 正方所說 如果性質是不同的話 我們就要另立新法去規管它 可以嘗試從這些進路 去處理反方所提出的問題 而今天 其實 整個比賽的演進上面 大家會發現 反方是問了很多問題 或者反方嘗試不斷質疑政方 而反方是沒有怎樣提出它的閉處 我會覺得 所以如果政方是能夠把握到這一點的話 就是指出 反方可能是很多的質疑 或者是可行性 或者是方案的問題 其實對於政方來說 會更加之有利 最後就是 我個人建議就是 大家 無論是政法雙方都好 去想主線的時候 絕對不能夠假定對方一定會說些什麼 然後你的所有稿件 就是跟著對方假定了你覺得他會說什麼 然後鋪排下去 因為戰場的演化是相當重要的 所以大家的稿件上都有改變的空間 或者這個主線都要想想 就是當對方提出的背景和你是不同的時候 你要怎樣去拆解 以至於就不會出現一個不對嘴的情況 我的評語就到這裡了 謝謝 現在有請第三位評判 我們作出點評 謝謝雄明財先生 現在我們有請劉菲老師為我們做評語 首先多謝兩位學校的同學 先說說反方那邊的同學 其實在說修正這個賭博條例 跟著已經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這一個方向是可以的 但我覺得在怎樣做到那裡 可以再解釋多一點 我也同意前面兩位評判 看到一些例如立場 我覺得反方同學的立場 其實是可以再清晰一些的 因為感覺上一開始聽到後來 有一點管還是不管呢 我覺得可以更加清晰一些 我覺得影響分數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其實看回這條條例的背景 其實規管的是遊戲商 他們要公開的紀律 但反方同學很多時候 他們說的是 如何規管一些消費者去消費 但這個是不是那條條例的背景 或者是條例裡面最重要的內容呢 我覺得在那個位置 其實我比較認同正方同學 是在保障一些玩遊戲的人的權益 是在規限一些遊戲開發商的 而多於限制一些玩的玩家 只可以課金幾次 如果這樣的時候 就變成後來很多 例如公養父母 或者一些例子 影響個人自由的例子 我覺得好像是 性德上有點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我自己都去看過一些相關背景和資料 我覺得應該是規管的開發商 多於是真的玩家的 這個是一個地方 另外跟我說很多青少年沉迷的問題 當然都可以 但這一題都未必只關青少年事 或者香港是否應該引入呢 其實我覺得 正方他們提供公平性 或者他們的條例和例子上面 都會相對豐富或者是清晰一點的 大致上就是這樣 謝謝劉菲老師 我們現在就想請評判 可能都回復回那個分子的情況 我們就會公佈賽果 大家可以回復我的電郵 主席是否收到我 收到我 收到收到 我分子沒問題 謝謝你 分子OK 謝謝 謝謝三位評判 在公佈賽果之前 首先為大家公佈本場比賽的最佳辯論員 獎項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 正方義父溫瑞恩同學 恭喜 現在就會為大家宣佈賽果 今天的辯題是 香港應引入轉彈法 由正方布陸陸勢書院 對反方馬錦明慈善基金 馬神短期中學 正方得票為3票 反方得票為0票 賽果為3比0 由正方勝出 恭喜 謝謝